無敵先鋒隊 百歲突擊隊 兩支電競隊伍 心心滿滿的走出舞台 還不忘與縣長開心擊掌 這裡是銀色電玩獸的比賽現場 也是長輩們受訓 兩個月的成果交流賽 比賽打得非常激烈 縣長與貴賓們坐在台下 都看得目不轉睛 縣長也分析了 長輩打遊戲的好處 在你動的過程中 你的腦部的連結就會有 那你就比較不會 這個忘東忘西的 這個就是我們為什麼 要抵上這個東西 彰化縣政府經過了 兩個月的訓練 將十一位長輩分成兩個隊伍 打遊戲PK 十一個人的總年紀 達到了756歲 平均年齡69歲 其中更有82歲的胡爺爺 也樂在其中 這也是讓我們可以跟 年輕一代互相的一個 很好的一個話題 未來縣政府也會舉辦更多活動 讓長者有機會學習 更多流行事務 希望每位長輩都能健康快樂的 活到老學到老 記者陳聲為王雲廷彰化採訪報導 小莫高屁 啊